确定无缘 山东南兰高诗炎替代者浮出水面 王涵后面还有更大的惊喜 这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话题 北京时间7月11日 让我们再来关注中国联赛 关注中国篮球 最近这一段时间呢 关于刘欧牛南兰和山东南 针对高诗炎转会的话题 可以说是传得沸沸扬扬 经过三次交谈 刘欧牛南兰总经理李鸿庆给高诗炎 给出了最终的报价 那就是2800万 本人以为呢 这个高诗炎加盟山东南兰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一个事情 然而最近呢据媒体人透露出 是山东南兰没有一次性支付2800万的一个能力 这也导致双方的谈判陷入了暂停的一个阶段 也就意味着接下来高诗炎加盟山东南兰也充满了悬念 甚至是基本上也无缘山东南兰 也有山东媒体透露出 当时山东南兰2800万签约高诗炎 为这样的一个决定而后悔 对此山东南兰采取了下一页的策略 2800万签约高诗炎 再加上1500万的一个高薪合同 这对于山东南来说支付非常的大 同时呢高诗炎距离顶级的后卫线 你像郭尔伦赵纪伟赵瑞 可以说也有很大的一个差距 这或许也是山东南兰后悔的一个主要原因 随着山东南兰无缘高诗炎 那么他的替代者也已经浮出水面 那就是前北京守冠南兰的后卫球员刘小宇 对于刘小宇呢大家也是比较熟悉 他的巅峰赛季是在广东宏远和守冠南兰度过 尽管已经是31岁上赛季呢仍然是表现中规中矩 仍然是一名具备不俗实力的一名优秀的后卫 据悉在高诗炎确定无缘山东南兰之后呢 球队也做出了紧急的策略 那就是寻找一名替代者 那就是刘小宇 尽管呢这个刘小宇和高诗炎呢不是一个等级 然而呢这个刘小宇呢 已经进入了职业生涯的末期 因为他是一名自育性球员 没有高额的培养费 再加上呢他的年薪仅有200万到300万左右 再结合山东南兰不是一支豪美俱乐部 俱乐部的运营资金也是非常的有限 所以拿下刘小宇勉强可以支撑球队的后卫线 尽管山东高速集团才大气粗 然而山东高速南兰的俱乐部可以说资金 可以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的因实 据悉呢球队还有另外的一个惊喜 那就是球队在外援方面和年轻球员培养方面 也有更多的惊喜 据悉呢球队已经放弃了哈德森和吉雷沃特 球队将选择在小外援方面和风险位置上进行重点补强 同时据山东媒体爆料出 上赛季效力吉雷南拉的超级外援穷斯 球队已经有了进一步的接触 相信接下来或许会有惊喜 同时在年轻球员方面 球队已经确定了提拔张新宇和赵士浩这两名年轻的球员 再加上马欣欣和段昂军这些梯队球员 可以了吧 新赛季山东南拉已经拥有足备了后备力点 可以说从纸面实际上来看 山东南拉已经具备了冲击六强甚至是四强的一个实力 我们也希望在名帅王阿韩的带领之下 球队下个赛季能够给大家惊喜 能够实现球队的突破冲击冠军 这就是今天我们也分享的话题 不见之处欢迎批评指针 感觉不错 欢迎点击关注主要求来 好 谢谢大家